感情里是选择你爱的人还是爱你的人 这是近现代人一个比较突出的话题 很多人在这上面都会纠结 都会有疑惑 甚至是选择了之后 一定好像心仪还有不甘 心里还是懵懵懂 老想有很多的想法 或者后悔 不过再来一次怎么怎么样 以后怎么怎么样 结果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古人为什么不提 因为那个时候这种问题会比较少 我们知道现在社会虽然物质很充裕 物欲横流 人们的精神是堕落 你物质的东西可以选择心的 那人他是救的好 精神是救的好 那因为会熟吗 会熟悉彼此 知道到底谁不对 但是感情还是要有共鸣的 如果没有一点感觉擦不出火花 那也不能成为夫妻 如果只是靠这个火花 当然也不足够 当然也不足够 但不是说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爱的 人如果对了 爱你的人如果对了 那同情缘两个结合在一起 同一个人当然最好 如果不是慢慢修为同一个人也好 都很难 一个比一个难 但你怎么不选 这分一个阴阳呢 如果是男人 首先要选择你爱的 但也不是说一股脑的 不停地追求 男人也有动力 也有男人的样子 阳刚的 积极向前的一方面 那女人阴柔呢 她就反过来 爱你的 追求你的 因为所谓谈爱情 谈感情 就是婚前了 但是婚后 那是另一说 已经现在不是这个概念 又指的是婚前 婚前女人地位高 那追求者都是男的 男的你没钱 没名 没有本事 没人要 光有脸蛋 那是现代人 太肤浅 肤浅到这个程度 那都是短暂的一世的 花瓶见不见高原 那追到一定层次 你还是要有呼应的 一味的追 那类似也是你 那也是你自愿的 白倒在石榴裙下 走风流鬼 没出息 多不了大事 为女人为物所累 为钱财所累 那婚前 女人地位是高的 那女人呢 就选择爱你的 真正敢付出的 有能力 又愿意为你付出 就是婚后 男女体位 她是倒过来 这就是走山闲挂 跟雷锋横挂 那谈恋爱 跟成家之后 男主 外女人 内 两方面 你说现在不一样了 怎么怎么样 那阴阳 这个观念 人已经混乱了 那两种性别 两种人类 各有各在市场 擅长 适合 你搞懂 那所有问题都出来了 不止这一个 你搞懂了 任何事情 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就顺其自然 自然而然 所以 观念要理清 这个问题 一定要考虑好 女人当然 也不能一味的高冷 也得适当的 到时候 给彼此也呼应 不要随随便便 一下就成了 还不了解 随随便便得到了 会好 会珍惜 就是这么点事 所以 没什么好问的 只是警告一些年轻人 不要